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真理之光栏目 我是主持人颂音 2018年2月10日 德国拉斯塔特市新教教区的教堂里 洋溢着一片温馨欢乐的气氛 来自中国受中共政府迫害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正在这里举办一场别开生命的新年联欢会 应邀来宾有当地牧师 律师 记者 人权人士 爱心人士和其他教会的基督徒 全场约80人欢聚一堂 共同庆祝中国新年 本次活动旨在 促进基督徒之间互相了解 增进友谊 当天下午14点15分 联欢会正式开始 Alpherst Berbisch牧师发表开场致辞 Fritrisch-Waltz牧师和Strauss夫妇的乐器演奏 拉开了联欢会的序幕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热情欢快的诗歌和舞蹈表演 迎来了台下热烈的掌声 合唱德语诗歌 God setzt seine Hoffnung complete off the mansion 赢得了在场嘉宾的喜爱 优美的旋律 引得众人情不自禁的轻声随畅 德国朋友与中国基督徒的同台演出 使得现场的氛围更加温馨融洽 精彩的武术表演给嘉宾带来了惊喜 并将联欢会带入了高潮 展示了基督徒不管遭遇多少挫折患难 都坚持自己的信仰 永不放弃的男孩子气概 中国基督徒热情真诚的表演 表达了他们来到这个信仰自由的国家 和遇到这些德国朋友的愉悦心情 大家一起欣赏节目 互相交流 气氛非常融洽 节目最后 曾得到德国朋友帮助的 三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表达了他们的感谢 当一名基督徒谈到 他差点被警察遣返回中国 而又化险为夷的经历时 在场观众深受感动 甚至有的基督徒听得热泪盈眶 一位德国天主教徒说 虽然我们文化不同 但是我们之间有一个连结 那就是神 嘉宾 Friedrich Walz 牧师说道 今天下午我度过了一段 很愉快的时光 不但能观看这些精彩的表演 还能和来自不同地区的 帮助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 德国朋友 一起交流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受迫害的情况 中国政府散布了很多 栽赃陷害全能神教会的谣言 但是我在跟这些基督徒 接触的过程中 发现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 来自路德教堂的牧师 Coin女士说道 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 中共政府的反面宣传 但我在跟这些基督徒 接触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活出 跟网上形容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不会去相信这些谣言 全能神教会的一名基督徒说道 虽然因着中共政府的逼迫 我们背井离乡 但却在这里感受到了 真正的信仰自由 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聚会 唱歌跳舞 我们怎能不向神献上感谢赞美 节目结束后 大家一起品尝中国美食 互相交流 中国基督徒还播放了 自己制作的短片 分享了他们与外国朋友 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 温馨甜蜜的画面 感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最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有嘉宾激动地说 我们真是一个大家庭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还将刻有小真的故事音乐剧的DVD 送给嘉宾作为新年礼品 体现了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 友好和热情 真理之光记者王芳宇涵 德国拉什塔特报道